小兰说抱着好奇心 她通过QQ向网友咨询如何反例 对方让她展示支付宝和微信余额 当时小兰用的是她父亲的手机 微信余额6900多 紧接着对方要求小兰扫码后输入一个代码 她发现要转账300多块钱 本来打算放弃 这时对方让另一个人发来了一段视频 输入客服给你的代码100.23 输入错误导致退款失败 点击确认支付 输入密码后扣费0.00 并且后台收到2888 看这个好大 就是数字有点大了 然后我就不敢付 就是怕它是假的 然后我就就是有犹豫 然后到后面她换的数字越来越小 然后我就说那个到18的时候 就是试一下吧 代码18.72 对应的转账金额是94.9亿元 小兰发现并没有像视频中所说的扣款0元 而是真的扣钱了 小兰想挽回这90多块钱 对方又让她添加了一个陈经理进行所谓的退款 小兰说这个陈经理基本都是用语音跟她联系 还叫她删除了相关聊天记录 转账记录显示 小兰帮人还了6900多块钱信用卡欠款 小兰在QQ中向对方发出救命两个字 陈经理不仅没有安慰反而威胁 说不配合一分退不了 最后还出示工作证 显示是支付宝蚂蚁金服陈某某还有公号 她说你妈妈有没有在家 就是把她手机拿过来用一下 然后浏览器乱七八糟的什么 然后点开登录 然后什么退出反正就是来回弄来回弄 搞糊了 前面有可能是少的时候 曾大姐的银行卡里有15万多 原本准备用来买车 现在都被以消费的形式通过支付宝转走了 曾大姐说她跟丈夫一年的收入也就这么多 现场记者帮忙联系上了支付宝客服 根据您说的公号信息进行查询 没有查询对于这个人员 您的投诉是已经成立的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您这个投诉的对象呢 也有可能是被其他人给利用 资金损失是比较大的 建议尽快联系一下公安机关 希望您就是说通过这次反思 然后好好的读书来报答 是吧 支持那天搞病你自己的以后 不要像我们一样 到这么老了 还要以后就为工作在 是吧 然后您支持改天搞病你的命运 好好的读 目前警方已经立案调查 188黄剑记者报道 为什么呢 会让我们来说 可有什么好好的读书 现在我们将写有的 读书都要先制定 读书都要是 解决的 估论 都要是 有什么好好的读书都要安装